我的演唱会意外是正常的 薛之谦的舞台没有意外 那就是最大的意外 演唱会被舞伴撞飞 起来之后自己都笑了 薛之谦和舞伴到底有多相爱相杀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薛之谦告诉你 什么叫有仇当场爆 被伴舞创倒后 立马站起来撞回去 这是一点都不吃亏 伴舞没抬洞穴之前 差点给他扔地上 结果他反过来想整人家 结果被伴舞们围攻 这架势真像是过年抓猪 当薛之谦被伴舞摁到水池里 当薛之谦和雨伴舞 在台上互相薅头发 这就是放在哪个圈子 都是相当诈烈 不愧是薛之谦的 老薛不止和伴舞相爱相杀 和粉丝更是每场都在斗嘴 名场面试多到数不过来 大哥 您手上拿六个影光罢 后面还有那么长的 还弯的 这边喜欢弯一点的 好笑吗 好笑 好笑 你看 哪好笑 好像他又有成功了 别闹了 很正经的好不好 可以 我觉得观众看得到我吗 我要唱死了 快 导演 我要 三三小的影 不要骆驼 听歌还能顺便听相声 听脱口秀 看小品 咱就说薛之谦演唱会 太划算了吧 让歌手最头疼的 不是忘词 而是忘词的时候 没有提词器 今天就来看看 对歌手来说 提词器有多么的重要吧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提词器上的歌词 只有你是有薛氏注音法的 薛之谦的薛氏注音法 像极了唱外语歌的我们 谁能想到薛之谦的 粤语首秀 竟然是靠提词器上的 口味歌词呢 你记得住 要不然记不住这个点 你懂吗 我是有逻辑的 你看啊 盖病纠结的我 得了盖病 你要很纠结嘛 对不对 苍天有娃的你 也很合理 对不对 据我所知啊 这就不是学之前 第一次用注音唱歌了 可你曾经那么爱了 干什么演出细节 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 原来当爱放下放背后的这些那些 才是靠谱倦 可笑吧 金志文唱See You Again时的提词器内容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别看全是汉语歌词 唱出来也是没啥违和感 咱就是说不会英语 真没什么好嘲笑的 效果挺好不就完事了 这期末是暗掉了 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如露寻宝藏 就让中午云在茫茫如露寻宝藏 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如露寻宝藏 王苏龙的三群宝藏虽迟弹道 这要不是提词器坏 王苏龙也不至于贡献这么经典的名场面 呼吸以后别的词可以记不住 这句算是直接刻在DNA里 有的歌手大方看提词器 有的歌手则用各种动作演示 华晨宇就曾被洋溢爆料 唱歌时的招牌动作 其实是用来偷描歌词的 那还有谭京这种国家队歌手 更是三句话看两遍提词器呀 你说这要是没了提词器 乐坛这不得能倒下一大批的实力歌手啊 好了我是老郑 下期再见 拜拜 我的耳机里面没有音乐 对于歌手来说 耳返就是在舞台表演时听伴奏和自己的声音 来判断跑没跑掉的 而演书中总有耳返坏掉的情况发生 今天就来看看那些专业修耳返的实力歌手吧 前阵子李文耳返坏掉 造成跑调现场没少被嘲笑 而同样是耳返故障 李俊杰却获得了一片好评 他在唱超越无限时 耳返突然坏掉 但舞台经验丰富的JJ 潇洒的摘下了耳返 丝毫不受影响啊 邓紫棋歌手敬演时就被耳返坑过 当时叫停比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即使这样 邓紫棋仍凭借实力夺得全场第一 而邓紫棋在双11晚会时 又遭遇耳返故障 前30秒是一边修耳返 一边找拍子 直到一个锥子完全找回节奏 车祸现场秒变震撼舞台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歌手啊 你的耳返直接掉了 对对对 后半段直接没有用耳返 正所周知啊 薛之谦的舞台不出意外 那才是意外 虽然唱到一半耳返调了 但是薛之谦仍然稳定发挥 高音稳如老狗 实力强的一批啊 吴清风唱起风了 这首歌时耳返没有声音 一直用手打着拍子 后来他干脆摘掉耳返 唱完了整场 虽然观众们觉得已经够稳了 可吴清风还是很抱歉 并在散场后 轻唱了一段 真的是太充分了 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同之间他主的身下 心之所动就随风取了 中文字幕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